你从来没有真正花时间去那么细腻的了解别人 你了解自己 你所有的作品都是自己的性格的作品 会局限在某一种特色 当你了解很多人的时候 你的作品会多变化的 可能他们选得很好 他们俩人的眼神是很清澈的 很健康的 笑什么 不是挺清澈的吗 是是是 你们俩可以走情侣路线唱情歌什么的吗 对吧 其实我们情侣很久了 我们拍了很多戏都是了 拍唱歌嘛 已经没有感觉了 我们说唱歌 唱歌 你们没感觉 我没有感觉就行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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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测 到2020年 抑郁症将成为即心脏病之后 导致人类死亡和残疾的第二大疾病 在中国有超过2600万人生活在抑郁症的阴影之下 甚至每年会有14万人因为抑郁而主动放弃生命 然而面对这样的数据和现实 很多人似乎都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接受和包容抑郁症 我从小到大 我都觉得我的情绪不好 我能感觉到我从小就跟这个病有关系 肯定是抑郁了 但是没有影响到我的身体 突然有一天你身体不舒服 那就是很严重 抑郁不是光不高兴 身体还有症状是吗 有出汗 有强烈的身体反应 出汗 完了以后不敢见人 可是你每天都要见人 对啊 所以说是很矛盾的 那怎么办 你怎么逼着自己出去见人呢 完了听着自己电话 听着电话声音就不行 就会抖 就会很难过 一方面你又特别渴望的去跟人交流 另一方面你又特别渴望一个人待着 回避 其实这个这个病也不算病了 大家都有这病 程度不同而已 程度不同而已 我觉得其实我只不过反映到身体上了 这病的最大原因就是你没有幸福感 想过干什么特别傻的事吗 因为生病的原因 那倒没有 离自杀还远的呢 我觉得 我倒没说那么严重 但是就是会人到极端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怎么了 我就觉得我是觉得离死不远了 但是没想过 没有那么严重吧 真的不骗你 就完全没有幸福的感觉 也对 这个动力嘛 没有任何激情 挣扎的一塌糊涂 生活的一些 比如你看到你爸妈了 你不觉得高兴我回家了 有热的饭菜 然后 有时候看到他们也烦 对 跟家人在一起 反而那种那种包装更没有的话 可能内心的那种负面情绪出来更多 因为我想把这种症状告诉他们 我说我现在是我抑郁了 我身体上出现了不好的反应 我妈我爸笑话我 您现在生活那么好 您还有有有什么可抑郁 一句话就给我顶回去了 我就很难过 他们根本不懂 他们根本不知道 你想要什么 所以没有办法交流 最后就不交流了 他说 孙老师 你记住 他说 记住孩子 你不需要妈妈的鼓励 你也不需要别的鼓励 你已经很出色了 真的 长这么大 没有一个人 这么对我说过 2005年 时尚健康杂志在中国 首先发起了号召公众抵抗抑郁的大型活动 2007年 时尚健康杂志再度出击抑郁症 或许可以令我们稍感欣慰的是 从宣传口号 离好抑郁 到说好不抑郁的变化中 我们多多少少地感受到了 社会对于抑郁的进一步认知和接纳 其实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做这样 关于抑郁症的选题 之前我们做过一期 是请了几个患有抑郁症的朋友过来 分享他们的一些故事和经历 就是因为我们还是看到时尚健康这本杂志 好漂亮 帅哥美女 很漂亮 这本杂志的主编的孙亚军女士 是我很好的一个朋友 他们一直是在关心这样的一个话题 这次可能专门请到你们俩做形象代言人 对吧 我们欢迎一下这时尚健康的主编孙亚军女士 我们已经是一起做这个话题是第二次了 对吧 今年在做这样一个选题跟他们一起又参加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感受 我觉得感受非常不一样 和第一次做的时候 我觉得有最大的一个区别是第一次做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去解论很多 说你不知道很多 因为那时候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抑郁症 然后就会觉得对这个话题还非常排斥很警惕的样子 但是今年在做的时候 我觉得当然也要得益于我们两位这么健康的这个代言人 然后他们整个给人的感觉都是一个就是说 好像我们谈抑郁的这个话题 其实离你并不遥远 那么在这次做的时候 我们在包括采访一些抑郁症的患者 那么就是大家整体都是会觉得说 我知道有抑郁症这么回事 大家的排斥心理没有那么强了 就是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离你那么那么遥远的事情 那就在我们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就在我们就是做这个专辑的过程当中 因为当时我们请了一位作者去采访几个抑郁症的患者 那到后来他就是交稿交得特别晚 开始我还责备这个编辑说 是不是这个作者他太完美主义了 他在遣词造计用了很长的时间 到后来才知道说他的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他知道他的一个朋友跳楼大了就得了抑郁症 然后就是他在那几天里面就没有办法工作 因为他忽然因为之前就是作为作者去采访人 他没有觉得说好像还有那么切肤的那种感受 那在这过程当中就是他的一个朋友 才发现他有这个抑郁症而且跳楼自杀 然后他就觉得说好像之前我们会知道说 有抑郁症这么回事 但是抑郁症他真的没有标签 就是你无从看到说 这个人他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表现 他就一定是有抑郁症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关怀 更多的留意 那所以我们在做这个 整个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也是觉得说 更多的人是需要很多知识 需要给身边的人很多的关注 这样的话就说我们身边 就是你能真正离抑郁越来越远 而不只是说我知道有抑郁症这么回事 选他们选的很好 他们俩人的眼神是很清澈的 很健康的 笑什么 是挺清澈的吗 是是是 我讲什么都很好笑 你们两个人呢 参与这个活动以后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我觉得我对他了解的更清楚了 其实就像刚刚主编说 很多人是不晓得你自己这样子的症状就是抑郁症 可是进入这样子的主题 我觉得更清楚的了解 然后也比较能够知道周围的这样子 周围的朋友有什么样的症状是不是快要有这样子的的病症 所以我觉得会会更能够去关心他们 有朋友呢 其实也是 我身边其实有不少朋友是这样子的 演艺圈区很容易这样 对或者甚至其实有一些我圈外的朋友都是 我觉得现代人都是你知道 现在变迁的太快了 大家都事与不良 对工作压力每天部队好快 每天都要喝很多咖啡很紧张 你要教他们怎么样去健忘 对我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在做 而且我觉得 这一会儿 就会有那么多 对我说